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檢驗 這個在我給各位的總整理的講義裡面 我幫各位整理了一堆 我們要檢驗水 我們拿了兩個玩意兒 一個叫做無水硫酸銅 通常說粉末變成油水硫酸銅晶蹄 請問您它啥顏色變成啥顏色 這個已經前面問過 這前面有問過 來大帥哥叫做13號 13 什麼藍色變成什麼 藍色變白色嗎 劉酸銅喔 藍色變白色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喔 不換喔 請坐 打死不退也好啦 這表示對自己有信心 也是一件好事 有人跟你抱裡面相反啊 無水硫酸銅白色 有水藍色 請問你綠化雅菇咧 綠化雅菇咧 這都問過啦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 三四 大帥哥 二三 藍色變成什麼 粉紅色喔 藍色變粉紅 小粉紅 綠化雅菇咧 綠化雅菇咧 比較常出現 比較常烤 檢驗氣體 氧氣有什麼性 助燃性 所以可以使余境復燃 可以使燃燒更加旺盛 所以我們可以用助燃性檢驗 氫氣有什麼性 可燃性 別人會燒起來 然後有淡藍色火焰 同時有報名聲 我們去年給各位做過 喔不是去年的學生啊 我做給他們做那個電解水 然後點氣 然後聽到蹦鈴聲 有個蹦的聲音 OK 所以淡藍色火焰有報名聲 常常問的是這個 你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我們說要通路澄清石灰水 會產生 前這一格是問什麼現象 後一格是問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請你先告訴我有什麼現象 有什麼現象 你說會有白色混濁 現象叫做白色混濁 那個混濁就是沉澱 那個沉澱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問它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濾化鈉 但濾化鈉不會沉澱 什麼東西 現在要搞可愛的 你們班有三六嗎 有 三六 很好 碳酸鈣會產生碳酸鈣沉澱 白色混濁碳酸鈣沉澱 二氧化碳的檢驗是很重要 常問的今天要記好 通入澄清水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那個沉澱是碳酸鈣 就是有關於水跟氣體的檢驗的部分